你 躲 你怎么又来了 钱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干什么玩意儿 这么说这话 找你光有钱啊 咱别让说啊 这过程 你又想干什么呢 什么想干什么 我还能干什么呀 你想孩子了吗 你现在知道想孩子了 当初我们俩走的时候 你连头都没抬起 大多 咱们不说以前事行不行 回死 跳楼自杀的心都有 我 我错了 我以前都错了 我说什么你也不信我 我知道我干了 干了好多不好的事 对不起你 对不起孩子 那里又说我这辈子都没脸再见 可是我是他亲爹啊 那也是我亲生的孩子 他想我我也想他 那天我过生日的孩子还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爸 今天也送不了你礼物了 你别生气 可是我妈给你吃不了长寿面 你就泡泡方便面泡泡泡泡对付对付 你醒了醒了别说了 你要真像孩子了行 下方学 我在学校门口等你 咱们一块接他 在外面吃顿晚饭就行了 其他的你就别想了 行不行啊 不去 不行 我去我去我去 我去 那个 你还想干吗 几点了 九点多了 才九点多 到晚饭还耗几个小时 我 我 我不是这意思 我 妈妈 丫头 一封本来死一个 小妈妈不想来 把你坐一高高啊 宝贝一尝尝 宝贝 娜娜快下来吧 你这样让人看就会笑话的 没事啊 好多人见一次 封一次 想吃什么 爸爸带你去 买的了 走 买的了 丫头 好吃吗 好吃 爸爸这样好 管给我啊 给我吃 吃完了最后 爸爸带你买去 爸爸你去走 奶奶 爸爸都过了 走啊 怎么着丫头 去这个鬼 刚才挺高兴的嘛 我以为你再也不走了 走 丫头 爸爸走了还回来看你呢 你走了还是不要来了 来了又走 那你够了 哎 娜娜 你别跟着了 这饭也不知道吃得怎么样了 我们还没回来 回来了吗 好 宝贝 好了 老爷 我回来了 宝贝 上姥姥这儿来 来来 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吃饭的时候 他爸没去啊 去了 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 结果一听大春说要走 不乐意了 要么我说呀 这个婚不能理 别的不别的 你说这孩子多遭罪啊 那你说 咱们大朵遭的是什么罪啊 那大春把他当人看了吗 不是啊 你这样 他一时鬼迷心窍了 那人家现在 不收心了吗 收什么心哪 狗走千里吃屎 忘了上回来咱家 一看你小姑娘 又来劲 哎呀 你可别在这儿搅和了 行不行啊 你 你帮你姐出点好主意 你要有主意你说呀 你跟我急算怎么回事啊 你呀 也就是个事后诸葛亮 耍嘴皮子的时候 你比谁都行 说到正事了 你每次也不行 我都不跟你争 大朵啊 你这个事还得听爸的 你回去吧 跟大春得复婚 什么 这有啥一惊一乍的 这是天惊地义的事 你说 你们俩是原配夫妻 这么多年了 你呢 你也没结婚 她也没结婚 你不为别的 你不为那个孩子 你看那小样多可怜 瞎如意 我不同意啊 你不同意 你拿出主意了 你不同意啊 你是不是得外面大多想一想 你说 一个人带孩子容易吗 再说这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 你说你要找个好的 那多难哪 爸 妈 我求你们了 我的事以后你们就别操心了 我今天跟大春已经挑明了 就是给我十次机会 我也不可能跟她复婚 你看你 她人呢 我给她买车票让她走了 走 走嘞 咱们大多是个多老实的人呢 当初 要不是把她逼得没路可走了 她能离婚吗 现在 再让她领着娜娜 跟上那个白眼狼回去 说什么我也不答应 我告诉你 贵贵 就你搅回来 爸妈 你们就别瞎插发了 我大姐她又不是小孩 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 你懂什么玩意你 就你七八十岁了 我也是你爸 他也是你妈 你们的事我们就得管 行 你管管管管 管管管管管 就怕到时候你管不了 你说什么 这是我托朋友烧的东北特产 我给你家老龄多了 你也不忘了 你还挺有心的啊 麻烦你晚上烧个鸡块 我来取 好 再见 慢点啊 你怎么又来了 我们家根本没走 说吧 说吧 你到底想干吗 我妈找了一个偏方 说能治娜娜的病 而且说抹上就能好 我想给她试试 你说的是真话 我骗过你 我妈没骗过你吧 我骗过我妈 我妈也没骗过你 我妈还说 让我把娜娜带回去 妈 我给娜娜和奶奶去电话了 那要个事啊 是真的 而且听说聊小孩不错 所以大春想带娜娜回去 那她会不会 带回去以后 就不给送回来了 可是 娜娜可是判给你的啊 妈 你放心吧 娜娜就是我的命根子 你看她腿上那么一大块疤 我真的怕长大了穿不了裙子 怨我 说得也是 贵贵啊 你不能把人看得都那么坏 虎毒还不食子呢 其实说大春这孩子吧 你要说基本品质还行 那个 大多儿 你就熟熟熟赶紧回去吧 再说娜娜放假了 那回去让爷爷奶奶一看 那多高兴啊 再说 那老两口 把这孩子拉扯大也不容易 行 爸 听您的 大多 谢谢您啊 谢谢我什么 谢谢您 帮我把娜娜带走 替我问你妈好 她一直对我挺好的 我都记在心里的 要不然 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让我妈 走之前也看上你一眼 那老唠叨我 把这么好的媳妇放走了 不然以后我自己一人疼不过 妈妈一起回去保 我舍不得你 宝贝 我也舍不得你宝贝 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想妈妈 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想爸爸 一点都不高兴 看了孩子面的时候 就她信我一回 我 我真改了 真的挺彻底的 绝对不如以前那样 妈咋躲 当孩子面什么都别说了 你们赶快走吧 要不然赶上车 妈呢 看你妈一眼 妈妈再见 再见宝贝 听爸爸话啊 妈妈再见 再见 谢谢 小五啊 你不回来吃饭了 你在哪儿呢 不回来啦 又在外面野呢是不是 行了 她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咱们俩吃 她都这么大了 也不能成天盯着她不是 我看哪 她在外面挺好的 就甭管她了 她就是回来啊 还不是跟咱们吵架怄气 不够烦的 我看哪 她这老五啊 越来越不像话了 现在把这个家当成啥了 当成旅店了 现在跟大夫妻 打个电话说不回来 就不回来 这咱 两个老人等着她吃饭 她不回来 你 我想肯定跟那兴齐 那小丫头崽子走了 像个妖精似的 行了 你就把她整天都关在家一看 我看也不是个事 她在外面啊 去转转 也好 散散心嘛 你就惯了 再惯我出个老六来 你就舒服了 你又来了 这酒都堵不住你的嘴 快喝 真就堵不住了 这人要生气啊 喝酒都不是滋味 不喝了 廖贵贵 我把话给你搁这儿 咱家肯定出大事 也行了 你烦不烦哪 少说两句不行啊 邝小姐 你冷吗 冷气可能有点凉 要不这样 你跟我去命馆看 我们咱到那儿去谈 没事 在这儿挺好 好多事情要谈 别追我 你松手 你松手 松手 你们日本人怎么都这样啊 鸭地雷 哥们儿 有他们人破火 来 气死我了 倒霉事都让我碰到了 什么人哪 烦死了 什么呀 你刚才老虎 张老虎 你刚才坐哪儿了 我坐哪儿了 我坐哪儿了 这是我晚上 要见老万春的呀 我疼那么久 坐成这样 吓死我了 老万 他那么有钱 价儿他给你买一价呗 算了吧 这些有钱人 一个比一个抠门 越有钱越金 按上尾巴就是猴 要是让他知道我这么能花钱 他早晚得吓跑了 所以说 要想吊得稳一点 就得乖一点 要是为了些小东西 把人家给吓跑了 那才划不来呢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委屈自己吗 当然不委屈了 只要结了婚 一切都不一样 你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我现在就想马上结婚 这个鬼子吧 我一天都不想多待了 怎么样 抓紧时间 我们一起结婚呢 结婚 你别开玩笑了 跟那种人结婚 算了吧 那个人他怎么了 好 长得多丑啊 就那脸像猪拱了一样 还跟我动手动脚 还说让我跟他回宾馆 我呸 我跟他结婚 长得丑点怎么 跟你动手动脚 说明他喜欢呀 我才不信呢 就他那样的 一头母猪摆在他面前 那都要流口水 我跟你说 他呀 就是个北京胡同串子 我一杯果汁 泼下去 马上露原形了 怎么样啊 你这个老江湖也上当了吧 我忘跟你说了 他是从北京过到日本的 妈 早 大姐 还不开饭 都急点了 好了好了 马上说好啊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小姐今儿起得够早了 八点就起了 还不全是路啊 我今天有事 妈 我的电话 妈 喂 亲爱的 就知道是你大早上的 那行 你等我啊 我马上到 咱拿个鸡蛋啊 小姐 妈 我们中午我不回来吃了 别等我啊 拜拜 老大 老大 这丫头也搞什么鬼呢 我也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 我真不知道 别跟我演气啊 我还不知道你呀 此地无银三百两 怎么着 等那丫头闯出货来 全家给他收拾残局 你再告诉我呀 妈 那我告诉你 您可千万别生气啊 您回头好好跟那五朵说啊 我不生气 你说吧 他好像在相亲呢 相亲啊 对了 他也是该找个对象了 是吧 好像是外国人 外国人 外国人 他跟外国人相亲啊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这个臭丫头 那是唯恐天下不乱呢 那些外国人 那些老外 倒中国来 就是坑中国小姑娘 他还敢往前冲 不吃亏还怪呢 那五朵说了 他找的那些都是本分的外国人 要结婚的那种 他这个混蛋丫头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妈 这事啊您也别当真 我觉得他就跟那个琪琪啊 瞎胡闹呢 他哪那么容易 就真找个外国人来啊 是吧 嗨 罗伯特 小心点 请坐 请坐 见到你们非常开心 是我的荣幸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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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喝点什么酒 嗯 你替我们带来好了 你不是最会照顾女孩子吗 哪里哪里 我讲了 好吧 我给你们挑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酒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我刚才说的行吗 行 标准牛津银 我笑的呢 相当心 你别老看他就行了 偷偷的看也不行 别让他发现 你喜欢他 好好保护 这个人叫大雨 大雨说的太棒了 去 这是我按照 康小姐的性格 特意的帮他创造出来的鸡尾酒 康小姐试试 看喜不喜欢 你怎么知道 康小姐是怎么样的性格 我的感觉啊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我早就帮你侦查好了 他做服装生意快二十年 在他们国家 有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 这次来中国 就是推广他的服装品牌的 说不定 将来可以成为皮尔卡丹的 我 我再好好想想 傻瓜 这种时候千万不能犹豫 他那么有钱 长得又帅 年龄嘛 也不算太老 只比你大 二十岁 这么好的条件 可不是随时都有的 我看他第一眼的时候 我还以为他是 罗伯特他爸 老罗伯特呢 那年纪 都快赶上我爸了 我要是领回家去 我们家准炸锅 你先把他照片拿回去 把那照片给你脾气最好的解线看 先打一个预防针 这年龄可不小了 不大 才二十多岁 比我大二十多岁 姐 我跟他八字特合 这年龄 很快赶上咱爸咱妈的年龄了 我跟你说你做好心理准备吧 爸妈肯定不同 是我结婚 又不是爸妈结婚 好好好 你结婚 我说老五啊 你干嘛非嫁给这外国人哪 那不是天高皇帝远吗 到时候你在婆家受了气啊 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姐 还没怎么着呢 你怎么今晚坏处想啊 我跟他吧 虽然没有太多的接触 但我知道 他肯定会真心对我好的 头脑发热 你说哪个骗子 想骗人上当的时候 不对人家好啊 别给你点甜头 就什么都忘了 我说老五啊 你跟姐说实话 你到底花了那多少钱 什么花了多少钱哪 你们老毛病又犯了 又看我不顺眼啊 我以前运气不好的时候 你们就说我没出现 在家待日没能耐 这回我运气好了 我马上要飞上枝头边凤凰了 你们又看着我眼红 谁看你眼红啊 你要是过得幸福的话 那家里人都为你高兴 我现在啊 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就你特性啊 木朵 也许你不相信 只有你 才是未来中国不后悔的理由 那 你愿意永远都拥有这份美好吗 木朵 我们现在不谈永远 好不好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想玩一夜情啊 你把我当成那种女孩了 不 看错了 不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样回答你 恰恰是因为尊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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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美 我也真的喜欢你 但是你不够了解 琪倩 你怎么来了 姐姐请坐 不 不用了 不用了 罗伯特先生 邝 邝小姐家里有骑士 你快去给她打个车啊 好 我把自己的车开过来送她 什么事啊 琪倩 我们家出什么事了 说呀 你们家 没事 没事 你说什么呢 那罗伯特刚刚要跟我表白 你说你破坏了好事 表白了就晚了呀 怎么了 我才知道 我给你的信息有误差 什么误差 就是那个罗伯特了 他已经快破产了 他本来是做他的服装生意 谁知道犯什么病了 跑去跟人家做房地产投资 结果他赔成一个穷光蛋了呀 我怎么又遇到这样倒霉事了呢 真是的 怎么什么时候都让我赶上 你们俩不会已经 别瞎说 真是的 你们俩挺纯洁的呢还 还没发展那一步呢 那怎么办啊 赶紧走吧 可 琪倩啊 可 我觉得那么半路的停了 好什么好啊 不过还好 没表白 我们浪费的时间也不算多了 走吧 哎呀 琪倩 走吧 琪什么巧 快走吧 哎呀 真是的 这脑没事让我放下 一是旺 二是兔 借别问好好留住 你是爱 我是你 再见 拜拜 我爱你 哎呀 好不容易看啊 一个人 这个人又比较穷光大了 我怎么那么命虎啊 我怎么那么命虎啊 对 你是吧 那是你 借别问好好留住 乖乖乖啊 嗯 你说这小五种啥血啊 这把自己关屋里滴了多如学外语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 那甭管的学什么 只要学就好 总比他在外面瞎逛弱强了不是 可能也对 可能关在家里啊 总比上外面也强了 嗯 走 走 你说啊 这把自己关屋这么多天 别来关着上毛病了呀 我说你呀 你就是越老越糊涂 他在外面瞎转摇的时候吧 你不操心 那他现在感谢归正了 你反而操心了 你说你这个人 这事关键的反常啊 谁能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 那都野蜂的人了 爸妈 你出去一趟啊 你上哪去啊 逛逛 你别瞎逛了 就在家待着吧 好不好 你 贵贵啊 贵贵 你说的真对 这就叫感谢归正了 你怎么来啊 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咱们走吧 外面的油炸得这么大 还是喝一点红茶出汗 这还是你们中国的一个老中医告诉我的 我生活了二十多年 除了我父母之外 还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 给我打过伞 那就是我的荣幸 可是你自己都淋湿了 这算不了什么 你会永远对我这么好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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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迹象 我是给不了你用的 为什么 为什么给不了 因为 对 我很可能要破价 即便我们这样在外面喝喝茶 泡泡酒吧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能委屈到哪一天 我有什么资格跟你谈到永远 你终于对我说实话 对不起 你 无多 我本意不是想骗你 我本来不应该看到你 我没想到 我看到你一次 我就永远忘不了你了 我也是 我也是 可能 这就是一种缘分吧 无多 你见过年轻 我不能拖累你和我一起吃苦 这对你不公平 我不在乎 真的 你有没有钱一点都无所谓 因为 我跟你一起很快乐 真的吗 其实 我一直在寻找 可找来找去 发现都不对 直到遇到你 我知道 我找对了 也许 我就是上帝 派到你身边 来陪伴你的 那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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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一定是派你来 重置我的 不 不 谢谢你 怎么回事 老五怎么突然冒出个对象了呢 这么大个气 为什么我不知道 贵贵 你知道吧 大朵 你知道吗 说话呀 我也指那个黄黄乎乎听他跟我跟三路提过一次 可当时我们都劝他要慎重 他就没下文了 我们也不好再追问呢 完了啊 你看吧 老五他又不闯大祸 我这脑袋我都摘下来 爸 您啊也别用您的老眼光看五朵 这五朵吧 他跟过去比 那确实不同 跟换了个人似的 平时看他大大咧咧的 没心没肺的 可他那个心气跟眼光啊 一直都特高 他现在高高兴兴的愿意把男朋友带给咱们来看 我想不会差点去的 坏了 坏了坏了 啥事 妈 那怎么可能呢 那五朵再怎么看 这边这么荒唐事啊 那什么荒唐事啊 那个没啥爸 要我说您跟妈什么都别多想了 她既来这儿咱就给安置啊 您就拿出这纸岳父 纸岳母的派头来 让他们好好孝敬孝敬你们呗 爸 吃饭一定去 吃饭 我不去 不行 你先把手拿下来我看看 扣好了才好看 就这套吧 这像我爸风哥 估计他会满意 我也满意 这个像爱中国功夫的人穿的衣服 行了你别闹了 我教你那些话你记住没 记住 天天在北 去 那就行 你说这小五怎么一点时间关店没见 怎么来老五呢 明明是你太早把我们薅过来了 在这儿您这都上了几趟厕所了 溜达来溜达去 您赶紧坐下来 我说 你那扣子 你扣那么紧干吗呀 真靠正统呢 你有点像不一样好不好 爸你这一张脸 一脑门子的官司 你给谁看呢你 不你这种场合 你就得得绑住 那你能吸皮笑脸的吗 那得显示老邝家的威风 今后小五他就不会受气 你这男孩子一照面 你不把他镇住 那以后的事就不好办 你说咱们家小五 他是个省油了灯吗 那厉害起来谁受得了啊 他不把男孩子给吓跑了 那就阿弥陀佛了 还有你 你老黑着一张脸 你说让人家看见 咱们这一家人 这算怎么回事啊 孩子不吓长不大 这对他有好处 他详识一出啊 试一出 今天啊 还不定出什么事呢 老婆子 你这话说对了你吗 小五这孩子 我真没希望他今后怎么怎么着 只要他不出去杀人放火 有人能要他 我就烧高香了 听见了吗 爸 这个是您说的 只要有男人要他 您就烧高香了啊 可都记着您说的话 一会儿别反悔 老三哪 你见过那个人吗 那个 什么 我没见过本人 但是 我见过照片 那男孩子 长得怎么样啊 人还踏实吧 他 踏实挺踏实的 但是 小伙子就 反正一会儿就来了 你们俩自个儿搂着看吧 来了 来 爸 妈 你男朋友呢 来了吗 他就是我男朋友 罗伯特 啊 伯父好 伯母好 什么 你叫我什么 是乌多教我怎么教的 你别客气 你这个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大 您可甭客气 您的心情我理解 如果单纯从年龄来看 我这样称呼您确实有一点不合适 但伍多说 我们要结婚了 别分总是要讲的 对吧 小伍啊 他还是个孩子 也不成熟 尤其在婚姻这方面挺不成熟的 他说的都是些孩子话 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啊 不能当真的 吧 如果你oon 我们叫他 肯定是认识了 我自己姑娘 我知道她是怎么回事 你肯定是误会了 有什么误会不误会的 妈 我就是爱她 她也爱我 我们以后要生活在一起 我今天把你们请来 是想正式把它介绍给你们 今天对于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天 是的 我们还给大家都买了礼物 你 妈 你别这么说 这不合适当人面 她叫什么 罗伯特 罗什么特 罗伯特 罗伯特 特别的特 你很特别 看出来了 那我请问一下 你是哪个人 加拿大 加拿大白秋温故乡的人 是吧 白秋温是谁 那你既然是白秋温故乡的人 难听的话 我老黑今天就不说了 就一条 我就说你们俩在一起 年龄不合适 但是 差距 懂吧 太大 不般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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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